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人故事力远大志向 今天我们介绍的名人是 毕生 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 毕生 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 毕生 生于金湖北英山 是北宋著名发明家 他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 焦泥活字印刷术 这种印刷术不仅提高了印刷效率 还为世界文明的进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毕生的生平事迹 以及他发明活字版的经过 除了沈阔在梦西笔潭艺书中的记载外 找不到第二个文献资料 沈阔只说他是个不一 所谓不一 从字面理解 就是没有做过关的普通老百姓 关于毕生的职业 以前曾有人做过各种推猜 但最为可靠的说法 毕生是一个从事 刁板印刷的工匠 因为只有熟悉或精通 刁板技术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活字版的发明者 要想毕生 还得从印刷术说起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 自从汉朝发明之以后 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 剪毒 金石和尖薄 要轻便经济多了 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 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最晚在东汉末年的启平年间 中国人民发明了磨印和踏印石碑的方法 大约在公元六百年前后的隋朝 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 在人类历史上 最早发明了 刁板印刷术 刁板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梦板上 雕刻工人用刻刀在板面刻出字体突出的阳纹 印刷的时候 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 然后把纸附在它的上面 轻轻服饰纸被 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到了宋朝 刁板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 刁板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 第一 刻板费时费工费料 第二 大批书板存放不便 第三 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刁板印刷的工人也不是很喜欢刁板印刷 为什么呢 因为刁板印刷在刻字的时候 必须保持百分百的注意力 如果发生一点错误 那么之前做的工作就白费了 甚至你不怕脏 不怕累 辛辛苦苦刻出来一份完整的版面 也可能只用一次就被丢弃 心里一定会觉得可惜 毕生就是一位普通的印刷工人 每天的工作不是刻板 排板 就是一页一页的印刷书稿 他舍不得自己和同事的心血 就这样白白浪费 于是他就在想 如果能重复使用这些板块的话 效率该有多高啊 可是当毕生 当毕生与同事们谈起他的想法时 同事们总是笑话他 毕生觉得 刁板印刷也是人发明的 既然是人发明的 就应该能够改进 经过总结历代 刁板印刷实践的丰富经验 在结合自己实验的结果 他终于制成了焦泥活字 并且进行了排板印刷 活字印刷术 避免了刁板印刷术的不足 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 就可随时拼板 大大的加快了制板时间 活字板印完后可以拆板 活字可重复利用 且活字比刁板占有的空间小 容易储存和保管 这样活字的优越性 就表现出来了 同作坊的伙计们 都跑来向他请教 毕生也没有记恨 当初他们对自己的绩效 反而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的技术 全部传授给了他们 看着毕生发明的 活字印刷技术 比以前的印刷效率 提高了几十倍 伙计们经不住赞叹 一位小伙计十分好奇 就问毕生 是怎么想出 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毕生告诉他们 是自己的两个儿子教他的 因为他们会玩泥巴 其实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初他只是在刚捏好的湿泥块上刻字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泥太软了 刻的字根本看不清楚 于是他就先把湿泥块晒干 然这次刻的字倒是能看清楚了 但是慢慢又发现 这种晒干的泥块 在使用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地上 或者磕到桌角 会很容易破掉 后来毕生不经意间 眼睛扫到桌子上 儿子捏好的小泥人 看见小泥人的衣服上 有很多非常清楚的褶皱 就去找儿子 问这些褶皱是怎么弄的 儿子告诉他 等泥还没完全干的时候 刻出来的褶皱 就会这么清楚 听了这话 毕生眼前一亮 他赶紧照着去做 因为普通的泥块 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后 会布满了小裂纹 毕生就用粘性很好的胶泥 做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小泥块 并在半湿不干的时候 就刻号字 再把泥块拿到背阴的地方凉干 然后他再把这些字块 拿到微火上去烤 待字块干透变硬 就可以用来排版印刷了 现代的图板牵引 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 是宋朝毕生的活字印刷术 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 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中间 中国的平民发明家 印生的功绩 是不可磨灭的 毕生发明泥活字 是活字的开端 以后又发明了 西活字 木活字 铜活字 铅活字等 其中 木活字对后世影响较大 仅次于雕板 现代铅合金活字 是德国人古登堡 于15世纪50年代 所创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